电视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是一部青春励志题材的年代剧,讲述了一群北京青年,在时代的命运跌宕中,不忘初心的成长故事。 由肖战和李沁领衔主演,还有刘瑞林、曹斐然、赵新、崔航、张灵新、鲁诺等十例演员,在剧中饰演重要角色,正在央视八套热播中。 肖春生身上最难得可贵的,最让人感到安心可靠的,就是那颗不变的赤子之心,但最让人担忧的也是这一点,尤其是在大时代的浪潮中,个人命运的洗牌是剧烈的。 曾经在石刹海冰场上,肖春生是所有大院子弟的大哥,然而这些年过去了,大哥变成混得最差的一个。 肖春生自己可以不卑不亢,但他身边的朋友,心态却早已经悄然变化。 肖春生请客,陈红军姗姗来迟,还带了秘书进来,摆足了架子。 在他看来,自己和肖春生虽然还是兄弟,但关系却不一样了。 现在是他照着肖春生,是他拉了肖春生一把,给了他一份工作。 同样的还有叶国华,过年回家探亲,约好的兄弟,团聚,肖春生早早在楼下等待,结果却被叶国华放了鸽子。 表面上,叶国华是先回家去看望父母了,属于人之常情,还让警卫员给大家带了不少贵重礼物,似乎礼数周全。 但实际上来不了,完全可以提前电话告知一声,但他就是没有,说明就没放在心上。 同时让警卫员出场送礼物,也多少存了威风一把的心情,和陈红军带秘书一曲同工,一度让肖春生颇为尴尬。 叶国华和肖春生时隔几年再次见面,看起来兄弟感情依旧,实际上连肖春生的腿早就好了,都一点不知道,可见彼此之间的联络并不多,难怪久别重逢,肖春生心情期待又紧张。 童小梅的父亲告诫过肖春生,社会和部队不一样,希望他能坚持住自己,这其实也是在告诉他,你的那些兄弟,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得住诱惑。 肖春生其实都明白,只是舍不得当初的纯粹,不愿意多年兄弟情谊变成客套,但在需要拎清楚的事情上,他从来都很直接。 当久别重逢,他注意到贺洪林迟迟没有开口,只是用满寒期待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,他毫不犹豫地牵起童小梅的手。 贺洪林这次过年回来,跟着叶国华见父母,是准备要结婚的,但他的内心其实很犹豫的,尤其是在看到健康的肖春生之后,然而肖春生已经不属于他,但不属于他的又何止肖春生。 在叶家的夜晚,叶国华开心地喝醉了酒,而贺洪林则抱着自己的肩膀,独自在房间里,看着窗外的烟花,眼神中只有孤独。 贺洪林从小和母亲相依为命,母亲身体不好,虽然几次抢救了回来,但终究是没能熬过去。 他在这偌大的四九城里,其实已经没有亲人,和他还算亲近的,只剩下两家。 一是齐天家里,齐天就像他的大哥,东叔则是他的长辈。 另外他在肖春生家里住过一段时间,和肖艳红相处融洽,和肖春生父亲更是像妇女一般,这些都是他怀念的。 然而随着齐天娶了肖艳红,和肖春生成了真正的一家人,肖春生又和童小梅在一起了,他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外人。 甚至因为之前的关系,和将来的关系,往后作为朋友,相见不如怀念。 叶国华曾经和贺红林说过,选择没有对错,只要愿意承担后果。 当初虽然是肖春生选择离开,但明眼人都能看明白,想要离开的是贺红林,肖春生才是被抛弃的那一个,他主动只是选择了成全。 然而现在贺红林不认了,反过来怪罪肖春生。 但他不认没有用,命运是公平,属于他的后果还是来了,他成为了没有家的人。 和叶国华在一起之后,贺红林更愿意待在部队里。 他是个骄傲的人,但在面对叶家的时候,他腰杆子硬不起来,正如当初齐天欲料的那样,他受不了。 在部队里,他不但是乐团队长,身边有战友,还有他热爱的小提琴,而回到四九城,他什么都没有了。 然而随着叶国华选择转业,返回四九城,贺红林最后的家园也没有了。 失去了故乡的人,归宿就只剩下远方,四九城之大,已经没有让贺红林心安的地方,他的命运已经注定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